斯布珍 每日灵修 经文 因他受的鞭伤 我们得医治 以赛亚书53章5节 比拉多将耶稣送到罗马兵丁那儿受鞭刑 那是罗马人最可怕的严刑酷伐之一 那鞭子是用牛筋做的 牛筋缠绕在凹凸不平的牛骨上 每次的鞭打都会将受刑者打得皮破血流 无疑的 救主被绑在柱子上 然后被士兵毒打 耶稣也曾经被打过 但没有一次像这次这么严重 看着那被打得遍体鳞伤的耶稣 看着那情深义重 为我们受苦受死的耶稣 能无动于终能不热泪银筐满心感谢吗 他完全无辜 圣洁的有如骨中百合 却将鲜红如玫瑰的宝血 牺牺牲洒洒下 当我们心中有着这样笃定的确据 知道他所受的鞭伤 使我们得医治 我们能不感激 若我们真爱耶稣 我们就当在心中常有他的爱火燃烧 心板上映着他为我们流血 受苦受死的景象 在白天提醒我们 不要犯罪以致得罪上帝 到了夜晚就来到他面前倾心吐意 并因着他为我们的罪所付的代价 献上无限的忏悔与感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